中华市中正楼到华山楼口有个达14号双家 登记因为占有官邮土地营业 严重影响附近基民大安全 经过中华管政府提出控诉 要求双家退出形态 中华电风法院30号的母地生办法官担任之下 关乎在县城牛市土地 当地基民也要求实现大正义 中华市中正楼挖客华山楼有一次会出 每天在楼上楼上就是各种米市宿舍营业地 只是很不可思议 这次的厨是围检 而且又是建在桌楼上面 在民国68年的时候 让监督市围检要求退出 而且也已经化完退出保障金 但是38年过去到现在都没退出 影响到后民主会的困惑 这是民国68年 为了图馆中正楼 当地基民建立的时候 董锤市副理事业和董锤市市所劳 以绰逾为伺一的流 因为这段族义法 会承拯管政府的土地 影响到后面的合法人 它的消消防安全跟公安的问题 尤其环境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后面的人完全没有建造成 所以他無法蓋這個房子 影響到這個後面百幾戶 為了十幾戶 而且 管政府的地 已經叫人 這條旁邊還有一條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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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流出來 但是你要讓他協助知道 去董到這個房子 還要董到這條路 沒辦法通常路 早期在 不知道一百塊兩年什麼 後面 火燒房子 就用這個 停車場 要趴火 如果現在人家為這樣 沒辦法趴火 如果後面 還有火燒房子 這樣會不會 在管府拿出隔鎖了 中華電影法醫法官 也曾奧現場了解狀況 並且要求地政黨委 占對比占領的範圍 進行侵入更冷 當地基民也要求 法醫愛行 讓基民大政議 地政來做個範圍界定而已 主張有權占有的事實 其他的原因事實 我們另外還會再開庭 不是 外官 不是 我是理長 以前有盤路 渡求 新緣 現在 剛才法官要出來 我也要把法官 申訴 第一個 陳情書而已 主持公道 好不好 這主持公道 我們的陳情書 這個我會付卷 對 好不好 謝謝檢察官 法官 法官 反我們基礎正義 反我們基礎正義 我們阿扁牌 整百萬不能去住 沒有建築線 所以我們可能是已經創四十年 都不能去住 黨代基民要求這個危機影響到附近基民大安全 這已經變成中華市的獨立 不但總會到市区的政党發展 也讓哈佛祝福南伊安基禄壓 新中華新聞 北苑林中華 蔡宏報道